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审议及政治 Jerry Phillips这个人对我非常重要 我从他那里学习了很多很多东西 你如果是一个很政治的人 做事情非常讲道理的话 很多人都愿意和你打架到 我在省政府 在联邦政府工作 对他们的政策和他的不同的一些项目的一些了解 除了这方面 我还有在新企业里面工作过 自己也尝试过做老板 我语言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我能说国语 我能说广东话 我英文都可以 在我过去的九年在省政府工作的期间 我和不同的族裔都有打交道 那在社区里面 我也有这么一股力量来支持我 所以这些都是我的优势 我觉得我从政的目的 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在最大的程度上面 怎么去帮助别人 因为我对我对方的委员是有一个非常加大的满足感 我这次参选主要能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Urban planning 证实规划 第二个方面就是圈子交通 第三个重点就是Use employment 最后一点就是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老年人 因为我觉得参政除了把自己选须的情况反映给省政府 市政府联邦政府听之外 我们不要把问题老叫给政府 我们把好的建议也给交给他